怕秦老爷惦记 接到我们家老爷的县 我就赶过来了 勇士 你爹啥时候回来 少说也得三四个月 好好好 在外边住住好 老在一个地方待着 日子已久 连外边天多大都不知道了 我爹在县里说 我是个做晚辈的 应该常来给秦老爷请安 好好的 没事请啥安 我这些日子家里家外的事 都交给了紫光和刘管家 我每天就是听听琴看看书 秦老爷也该想想福了 盘管家 我听说开价考中了 牟师爷使了银子 再加上开价运气好 刚考中就在力波顶了个缺 好啊 好啊 王家在京城总算有人坐上官了 孩子还小 也就是混口饭吃 勇士 你爹信上还说什么了 我爹在县里说 还原产量日渐增大 已经夺回了江苏浙江江西河南大部分市场 只有这湖南湖北两个省销路仍显不畅 哎呀 听说呀 这个曾国藩曾大人连上数道折子 为了一支穿颜消楚 他奏请皇上恢复以往什么 食言化暗供应 四川新上任的巡抚吴唐吴大人反对此举 与曾国藩唱推台戏的还有胡光总督李鸿章 李大人也上了折子 还提出了数条反对的理由 李鸿章大人的理由是 一一支穿颜官府便无法征税 私言却照常生产 无税之言成本低廉更利犯私 二 贵州等地道路不畅 怀岩运往贵州 需长途跋涉 那是舍尽求远 三 一支穿颜 朝廷白白流失了一大笔税款 四 两湖所需各种款项多取自穿颜税款 一时难改 自传颜技术后 蜀中商业基本上以盐为主 这离了盐好比是丢了魂 各位有所不知 吴大人已经向朝廷揍了两道奏折 虽然得罪了曾国藩 但恢复食言化暗供应的事 朝廷总算是暗下不表了 吴大人 您这一道任就为我们蜀中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 对 贾大人 先别奉承 恢复食言化暗供应之事 虽被朝廷暗下 但户部又立章程五条专门对付川岩 郎大人 你给大家说一说 下官遵命 户部所立章程 首先规定了川岩销售的界限 并且加设了岩卡 这 同时还准许怀岩降价 以促怀岩的销路 这欺人太甚 这真是欺人太甚 是啊 是啊 干什么 别碰那盆质子花 我给他求求枝 不用 吴大人吩咐了 这盆质子花由他亲自打理 谁也别碰 知道吗 是 去吧 好 川岩一支独秀的时代虽已过去 但在吴某看来 与桓岩分庭抗礼才刚刚开始 各位切不可沉醉于过去的辉煌 更不可妄自菲薄 毕竟就眼下而言四川产然之巨还无人能敌 吴大人所言甚是听后让人鼓舞啊 身为严查倒台 下官将对蜀中严商更加勉励 以防警主匆忙风景 下官掌管银库 税银多寡朝廷牵挂 也与我等有直接关系 为保川岩不衰 我等自当齐心协力 对 二位所言 句句说到了吴某的心卡上 等等 都来这么久了 连话都没听你说过几句 为什么 你不肯说 我也不便多问 那就劝你几句吧 人生苦短 有些事该忘记就忘记 一寸光阴一寸金 打了我这把年纪回头一望 放置好些耿耿于怀的人和事 那原本是不值得的 回大人的话 只子知道了 谢大人 那我先下去了 去吧 老爷 庞管家 爹 怎么会在这儿等啊 盘管家坚持要到码头来接你 我们都等了好几个时辰了 哎呀 我这一走都快半年了 心里头无时无刻 不惦记着盘管家你呀 我也想您哪 您不在身边啊 我跟丢了魂似的 啊 当然了 偶尔啊 我也会想起我王家的大少爷来 一一步 只不过啊 就是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想我呀 啊 此处好啊 香气席人 开得花血一样白 枝子果还可以入药 至于治什么病啊 要因人而异 枝子这名取得好啊 谁给你取的 是从前的老爷取的 从前的老爷 说说你从前的老爷是怎样一个人 罢了 不说此事 此人是谁啊 无关紧要 那人姓王 老爷可回来了 这一路还顺利吧 顺不顺利啊 反正都到了家了 老爷 您不知道 我一听说您要回来 高兴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那今儿晚上你就好好睡睡吧 义父 月月来了 你看看 这几个月不见 月月呀 是女过十六见风掌 改嫁人了吧 月月 月月呀 月月呀 都长成大姑娘了 好 这永运跟永长呢 爹 你也累了 今晚上早点歇着吧 好 早点歇着吧 对对对 快 刚才我问起永运永长的事 你们都不说话 永世又催着让我回去歇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永长不争气呀 小小年纪 成天哪 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活在一块儿 喝酒 堵牌 就差抽打烟了 这怎么得了 王家有多大的产业 让他们去糟蹋 他人呢 老爷 老爷 你刚回来 犯不上跟他们动怒 等过几天 再教训他们也不迟啊 我王家敬出这些不孝之子 四百里加急 赶紧送走 大人 出什么事了这么急呀 三百多条熠岩船在沙士被扣 说是要按私言论处 全部都是川言 扣了盐还不算 人也被扣 说是还要杀几个 你 你这是 大人 是李鸿章大人扣的 说出来 你都不信 是那个曾国藩曾大人 曾国藩曾大人 借了急纳私言 他派急私船逆江而上 见了川言就扣 这回朝廷要是再不主持公道 由着他曾大人越界急私 本巡府就和李鸿章大人联名派官兵 到他两江急纳私言去 大人息怒 我这就把折子送走 快点收拾啊 大人 自从我上任以来 多半功夫花在了盐上 可你也是从父亲过来的 多少也应该知道 按时下情景若一味退让 父亲的严谨至少得封掉一半 我知道大人不容易 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吴某心里好受了许多 开甲这孩子真是没让我小瞧啊 虽说是花了些银子才在吏部当了差 不过这也算是我王家的造化了 开甲才近近几个月就结识了这么多的金官 哦 对了 他来信还说啊 有老爷您这么一个靠山 那些京城的金官啊 对他就另眼相看了 哈 别看那些金官们个个都威风八面 但他们单靠朝廷给的那些俸禄 能过日子吗 谁不想着兵静探静的 再说了 朝廷向来对此事 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开甲能够串联起这么多的金官 以后办事就容易多了 老爷您瞧着吧 过不了几年 咱们王家就可以在京城编制一张大网 供您来使用 嗯 快给开甲去一封信 提醒他 不要看督察院那些御史官不大 个个却能够闻风奏事不可小瞧啊 行 我这就去写 对了 我听说新来的巡抚大人 处处在替他们穿眼说话是吗 吴大人和洛大人不同 他对岩商没有偏见 上次几百条运岩的船被曾国藩强扣 要不是吴大人出面 这岩保不住不说 还要掉几根脑袋呀 这是我们家大少爷定亲的喜帖 告诉王老爷 我一定亲自登门贺喜 是是是 赵老爷真没想到您也在这儿啊 我正准备到您府上给您送喜帖呢 李老爷手中有两份 其中有一份是给您的 快快快快拿着吧 那刚总的呢 姨太太当了刚总好几年了 这大事小情的 怎么从没见有人给她送过呀 是是是 赵八爷您提醒的对 我这就回去准备一份 马上给您送过来好不好 不不不不用了回去 带我谢谢你们家王老爷 谢谢 我们家有老爷一个人去就行了 丙老爷 外面有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小媳妇 自称是姨奶奶的远房亲戚 说有要事要见姨奶奶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素家还有远房亲戚啊 别愣着了 快请上来吧 是 那就快请上来吧 请 请问 哪位是父亲的警神 柳先生啊 这没有柳先生也没有警神 不过你要找修警的人倒是有一位 便是在下苏柳青 苏柳青 姓苏不姓柳啊 夫人 不 苏先生 能不能进一步说话 是 你下去吧 是 苏先生 我们家打了一口井 结果井打歪了 找了好多人修 且没赏花 可是这井越修越歪了 修得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苏先生 如果你能把这口井修好 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了 这个 苏先生 苏先生 我求求你了 苏先生 我求求你了 你救助我们家吧 你身子不方便 你快点起来 快点起来说话 你们家在哪儿啊 我们家在绒井 绒井 那也太远了 我说这位女警主 你们家住得实在是太远了 再说呢 我们这位副警的警神 从来不到外面去修警的 这位女警主既然家住绒井 那就哪儿来哪儿去吧 啊 苏先生 苏先生 我求求你救救我们 这口井是我们全家的命根子 苏先生 苏先生 我说这位女警主怎么这么不知趣呀 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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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走 老爷 苏先生 虽说容景是远了点儿 可作为小护人家把警炎打歪了 那也是要命的事啊 嗯 我看这样吧 让柳青去 哎 你别哭了 我们老爷都发话了 我跟你走一趟 谢谢这位老爷 谢谢苏先生 既然李老爷都同意了 为了钢总的安全 我护着钢总 王老爷那儿我就不去道喜了 盘管家 麻烦您跟王老爷捎个话 就说我要护送钢总到外面修景 多有不敬了 赵伯爷 赵伯爷 这是什么话呀 柳青出门修景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哪回用得着人护送 虽说容景远了点 可有个远房亲戚陪着 也用不着担心 这王老爷请赵伯爷 你不去和事吗 是啊 也是啊 也是 都有远房亲戚陪着了 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这位老爷您放心 我们怎么把苏先生接过去 就怎么把苏先生给送回来 好好好 你干吗装成我们家亲戚啊 还不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嘛 其实我们家主人 也是你们傅景人 跟家里人合不来 年轻气盛的 就躲到我们容景去了 你看 你我同是傅景人 还不就跟亲戚一样吗 你说是吗 你们家主人贵姓啊 我们家主人姓慕 叫崇麟 怎么 苏先生 您认识 不 我不认识 我们家主人一听我说 要到傅景来请景神 他说什么也不肯让我说出他的名字 这个景啊 是我们家和孙大哥两家一起打的 说是两家 其实就是一家 我们家是卖布的 孙大哥家是开客栈的 一开始 穆先生是投办孙大哥去的 后来娶了我 我们一家人为了这口景 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就连孙大哥 也把客栈给卖了 后来 这景打歪了 全家人都傻了眼 我们家主人 天天支支吾吾的 就跟害了一场大病似的 明知道请了景神来 这景就一定能修好 可是也不知道他害了什么毛病 就是不肯来请 我看着他那样 我心疼了 所以就一个人 挺着大肚子来了 好 我答应你 这景我一定帮你修好 可是有一个条件 我修景的时候 你们家主人不可以 到景上去看 这我们知道 我们都听说了 景神修景 是不准旁人看的 这点你放心 我在家守着他 他是不会去的 那就好 你这是怎么了 我可能是要生了 来的路上就有点不太对劲 这可怎么好啊 那就赶快停下来休息一下吧 不 我没关系的 你帮我放在一个什么地儿都行 千万别管我 那怎么行啊 没关系的 苏先生 这个景是我们家的命根子 你掉帮我修盒 对了 苏先生 我们家主人叫母冲灵 这是李老爷来了 空气吧 老爷 来来来 里边请 里边请 今儿个是全子定亲之日 各家女眷也来了不少 原本我还是想 诚心诚意的情情柳青 没想到啊 他去忙着修景去了 下回我一定补上 一定补上 这弄了半天 盘管家送给李老爷手中的帖子里 有一张是苏刚总的 我就说嘛 人家王老爷办事 肯定是特别的详细 这盘管家还说 有一张是专门送给我的 这 我 我想问问 你来之前怎么一准就知道我在李家呢 我 哎 李老爷 我听说赵八爷 还自告奋勇的要送柳青到荣景去啊 小事一桩 应该的 李老爷 王某奉劝一句 这让狼送肉的事 可不敢就这么轻易的答应了呀 哎呀 王老爷 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哈哈哈 王老爷 赵某人还有事 先行一步 赵八爷 您别走啊 盘管家 赵八爷 李老爷 里边请 请 请请请 请请 师傅 师傅 你慢一点 再坚持一下啊 师傅 你慢一点 不能再颠了 再慢就到不了了 你说什么 你捂着嘴我听不清楚 再慢 天黑剑就到不了容景了 那你也要慢一点 撤 撤 死娘 再坚持一下啊 再坚持一下啊 撤 苏师傅的孩子多大了 我 我还没有孩子呢 没孩子 怎么会没孩子呢 那 那你修井的手艺传给谁啊 这么好的手艺失传了 多可惜啊 你可真是操心的命 别想那么多了 好好地把你的孩子生下来 他要是个大胖小子啊 我就把手艺传给他 真的 四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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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再慢点 这世上的绝活 都是传男不传女的 这 我 我要是真是生了个丫头 这可怎么办哪 丫头就丫头呗 是丫头 我也传给她 只传给你们姓牧的 还不行 真的 师傅 你再慢点 四娘 再坚持一下啊 苏师傅 我恐怕是不行了 这孩子 估计是要生在路上了 四娘 四娘 每逢佳节被私侵 吴大人匆匆入川 家眷远在千里之外 恰逢中秋 下官便想出这个主意来 吴某感激不尽 入川以后每日所事缠身 心里也着实问得慌 吴大人的家眷何时来啊 有些家才要处置 快的话也得两三个月吧 吴大人是先功后司令人钦佩啊 对对对 话不能这么说 本朝大校官员邪家眷一同赴任的毕竟不多呀 吴大人到任以来 川岩和怀岩便交上了风 川岩在湖北被寇之事处理的是圆圆满满 那全帐吴大人在朝廷的聚礼力争啊 此事我们站着理 再说连李鸿章大人也连上奏折帮腔 朝廷不干僧面也得看佛面嘛 川岩乃蜀中命脉 我们万不可退让 老大人 你我今日只管赏月 不义公事如何 不义公事不义公事 只管赏月 是个修景的料 这下该高兴了吧 真是个修景的料 这家的主人呢 这是一片竹林 山上就这一栋房子 竹林 崇林 多有缘哪 苏师傅 你说 咱给这孩子取啥命啊 不如回去 让他爹取 不哭啊 不哭啊 今天我们相聚 结识成都府台一首张罗 吴大人能否见见 好啊 既来成都 当然要见见地主了 张府台 巡抚大人有请 请 卑职拜见巡抚大人 给大人请安 快请起 此等场合用不着行大礼 吴大人真是平易近人啊 是啊是啊 成都乃远近门名的重镇 从来是商骨云集 还望张府台尽职尽责 还百姓于安宁 也让本府放心 请 卑职紧记大人教诲 请 请 请 大人请不大人请 请 请 四娘回来了 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大哥 一个人离开家 怎么也能说一声啊 孩子啊 生了生了 四娘给成林带回宝贝儿子了 快快快 不要满意 赶紧进屋 赶紧进屋 对对对 看看这孩子 赶快进屋 四娘都累坏了吧 这孩子叫什么名啊 还没取名字呢 哦 慢点慢点慢点 来快点 别把孩子吓着啊 小宝贝儿你可真行啊 怎么生在路上了 急什么呀 快快快 来给我 我抱着我抱他 小宝贝儿咱们到家了 哦 师父 你知道穆先生家的严谨在哪儿吗 知道是知道 好不容易到了 马也累死了 先送我去严谨 送到那儿 你就可以走了 好吧 您上车吧 好 你歇着吧 我向自己走走 大人喝了酒没事吧 没事 这么好的月亮 我想自己散散心 寄谁呢 吴大人 寄人 寄月亮 还是寄着 侄子书 此书福分不浅哪 能得到美人相继 大人 我这就给您沏茶去 这么晚了 不必了 真有福啊 假如有一天 吴某做了月下鬼 恐怕就没这份福了 大人 我说话梦了 你别往心里去 我虽为朝廷命官 绝非寄话问柳之辈 有一事 我再三考虑过 只是不得机会 若你有意 我想纳你为妾 大人不可 万万不可 我愿对这轮明月起事 此话发自内心 不 质子是不会嫁人的 这是为何呀 回大人的话 质子 会犹辱大人的名声 名声 我活了这么大 还从来没见过名声 是个什么东西 你既非青楼女子 又没命案在身 又能辱我什么 不 大人 万万不可 不 让人把这井 都用黑布蒙起来 还有 赶快把工具干粮和水 都给我放进去 两天也好三天也罢 我不出来谁也不许进去 更不许偷看 好的好的 快快快 拿布蒙上 快快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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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质子不见了 不见了 听说是今天早上走的 啥都没拿 就连府上给他做的衣服 一件都没要 大人 您别急 他还有宝人哪 人不见了 咱只管像宝人要啊 人都不见了 还要什么呢 大人 要不 我让成都府派些人把他捉回来 他连府里一根线都没拿 又没犯罪 凭什么捉人家 我是不忍心看着大人一番好意 父之东流 刚上任不久 就为一个女子大动尴尬 这传出去 在百官面前 我这个巡抚还怎么当啊 这样一闹 岂不是给众人留下笑话了吗 我倒没想到这上头 他可否带着银子 嗯 哦 就是有 也不多 大人虽得他另眼相看 可侄子毕竟是婢女 按例 每月只发给三百文零花钱 就算一文不用 他身上也不足二两啊 大人 我先到那家小客栈看看 说不定他就在那儿了 算了吧 怕连累人家 他不会去那儿的 这倒也是 不过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样吧 你派些知心的人先去打探 打探着了 就告诉我一声 打探不着 就等这事什么都没发生 我这就办去 等等 告诉手下那些人 不许乱来 谁敢乱来 别怪我不给脸面 大人请放心 会去哪儿呢 可别生出什么乱子来 来 老板娘 这家寺庙 受不受你一顾啊 问这个干啥 想出家呀 找错门了 这里面哪都是和尚 好 这附近 这没有收尼姑的地方吗 尼姑庵啊 倒是有一座 可离这儿还远着呢 想当尼姑可没那么容易 没人引荐 人家是不收的 瞧你这年纪轻轻的 又啥想不开的 有家赶紧回家 没家的话 像你长得这么俊俏 还怕没男人要吗 小泥屋 真漂亮 真不漂亮啊 真不漂亮啊 咱们跑了 姑娘 姑娘 住店啊 那好 那上来吧 井已经修好了 啊 接着往下打吧 哎呀 这位师父 真是妙手回春哪 不瞒您说 在此之前好几个人 都来看过了 都说这井没救了 井神 真是井神哪 来来来 井神这边请 一下车就忙 到现在都两天两夜了 快 这边休息啊 好 您坐 来 来 拿茶来啊 快 您先 去去去 放了 穆先生 这两天可来过 穆太太刚生完孩子 穆老板她忙的呀 四脚朝天的 你看 母子可平安 好着呢 您别看生在路上 四娘她呀 呃 不对 是穆太太 本来是要来看您的 后来 让穆老板给拦住了 哎 我这就去取银子啊 吃蛋马上送过来 您先歇着啊 来 来 拿档子过来 来 呀 给她吹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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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是不是我锤重了 啊 车备好了吗 早备好了 请先生发话 随时可以上路 走 景神 等等 这是银子和干粮 你 干粮我拿着 银子还给你们穆家吧 这 谢谢景神了 谢谢景神 谢谢景神 我会年年给您烧构香的 谢谢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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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 停车 好 景坏了 你自己为什么不休 还让别人来找我 我只偷偷学过捞钻 没见过苏先生替人执景 是 孩子都生了 启明的时候 你打算让孩子还姓慕吗 四娘是个不错的女人 你一定 你一定 要好好照顾她跟孩子 是 姨娘 我们走 走 母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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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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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风吹 将回忆追透 你在与谁相守 那一张不离不弃 如今是否只剩情愁 你走后时间已停留 还有什么感受 只祈求在许多年 之后不同就已足够 若不能挽留又何必强求 红颜到白头又嫉妒春秋 总是这半生情依旧 却放手反或开始变尽头 爱还在心头又何必开口 人生里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然到最后后 欲怀伤口留对错 向谁诉说 若不能挽留又何必强求 红颜到白头又嫉妒春秋 总是这半生情依旧 却放手反或开始变尽头 爱还在心头又何必开口 人生里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然到最后后 纵然到最后后欲怀伤口留对错 向谁诉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